台北市長柯文哲他是自稱 最近成為了民進黨認知作戰的劍靶 昨天在網路節目的專訪當中 他是火力全開反擊蔡政府 他就說了從萊豬事件一路到這次 環南市長開會都是中央設計的 請軍入望的局 對國內疫苗採購不足 他更是批評台外一年跟大陸進口多少的貨品 那為什麼碰上了上海復興疫苗採購 卻是意識形態操作過頭 甚至牽扯到了台灣人民的性命 他說實在太過分 北龍Freddy Freddy這兩天 前兩天是網路上最熱意的話題 那個害人太急了 那天他去就是要修理你 那那個會長林會長衝出來罵他 你跟林會長有沒有套好招 那些故事是這樣 一開始都中央打電 因為我們半夜就發現有41個 然後就早上我們開晨會 他說什麼中央要來開會 我說好啊 那我們就要聯合會議 我說那我們就找環南市長旁邊 萬大國小還是南亞 我們那個教室來開會 不行他們要來很多人 我說那不然我們去萬華區公所 有那個禮堂 人比較多比較空曠可以開會 那前三十分鐘 他說不行 他們要到環南市場那裡直接開會 我說奇怪 我說環南市場不是已經封住了 要怎麼開會 他說他們一定要在那裡 我說好不好 去那裡是吧 我嚇到 麥克風什麼都準備好了 在那邊 全部都好了 然後等到 陳時中拿出那個看板的時候 天啊 我原來是設局都設好了 就引進入瓮 那北農群聚案延燒面臨解封之際 又爆出了環南市場確診案 就被外界視為是全台陪雙北一起坐牢 甚至引發了地方 以及中央是互推防疫皮球 那剛剛我們都聽到了柯文哲 他在節目上受訪的時候 他就認為呢 原來是中央這個局都設好了 是引軍入瓮喔 他是這樣講的 不過現在疫情指揮中心的發言人莊仁祥 他是對此回應 當初就已經告知了 北市府要召開記者會 並沒有引軍入瓮 這樣的一件事 好 另外柯文哲 他當然也是針對了 這個上海復興公司採購疫苗 他是首度的表態 他說現在台北街頭到處都是Made in China 他執政黨因為大中華代理區為由 是不願向上海復興採購疫苗 還轟執政黨堅持意識形態 鬥上海復興 實在是太過分 上海復興那件事我有意見 你知道 我們常常搞不好 一無拉起來Made in China 你現在如果是因為大中華代理區 用這個理由 拜託 我跟你講 我們台灣一年跟大陸進口多少貨品 你為什麼每一個都可以 這個特別不可以 意識形態一個程度就可以了 太過頭了 我覺得 而且到牽涉到老百姓的生命 你還堅持意識形態 我就覺得 這個實在是太過分了 但是台灣買不到疫苗 這個我不相信 沒有道理 我不相信 不是人家上海復興都要賣疫苗嗎 其他我不知道 所以買不到我也不知道 上海復興那個是人家都願意賣疫苗 對不對 你就是一定要跟他鬥那個 說大中華代理區這個 你要跟他鬥這個 如果你要鬥這一條 那台北市你把 我們看台北市街頭 所有的標籤 Made in China全部拿掉 對 很多都是 代理制度是國際貿易 很正常的一個制度 台灣很多的進口東西 也都有代理商 你這個代理商要服務 什麼這很正常 你偏偏不幹 然後陳時中今天又講了 我們尊重代理制度 那你八個月以前幹什麼 我們早一點進口疫苗 當時現在台灣就不會這樣 可能不會死這麼多人 對不對 然後不屑搶蹭這樣子 就是我真的不懂 他們這點真的是 我要理解 那昨天的好消息 就是我們自購的62萬劑的AZ疫苗 是從泰國曼谷起飛 在下午的時候運抵了台灣 但是現在卻驚傳 這批泰廠製造的AZ疫苗 根本沒有經過 世界衛生組織的認證 陳時中就說會做好檢驗 要民眾放心 但是之前已經傳出 有太多人打AZ之後 都出了問題 大家一聽到 這批疫苗 甚至還沒有國際認證 全部都下個半次 台灣自購的62萬劑AZ疫苗 由華航CI834 從泰國曼谷起飛 下午3點18分抵臺 效期到10月31號 檢驗風箏院一週 預計1516號配送開打 但經傳 泰國廠製造的AZ疫苗 並沒有獲得世界衛生組織 以及歐洲藥物管理局核准 安全性受到質疑 是不是它的資訊不安全 那我們自己的食藥組就要注意 根據WHO公布的新冠疫苗認證進度 AZ疫苗只有在歐洲韓國製造的成功列入緊急使用清單 至於日本廠澳洲廠的狀態都在審查中 泰國廠根本沒送出認證 由於先前台灣老年人打完AZ後一堆人沒命 這批沒經過認證的疫苗 讓人膽戰心驚 但一個別的廠 我們還是個別就它的一個廠的資料 然後到了之後封牽檢驗 我們也會做完全來 才會讓大家來施打 所以請大家來放心 台灣食藥署依舊核准輸入 根據了解在泰國製造的AZ鮮羅科技 是首次生產疫苗 因為設備先進性AZ簽約 但生產線全都是由泰王瓦傑拉龍宮掌控 導致相關產能品質並不透明 麻煩的是這批太長的AZ疫苗 施打對象應該就是 擴階第九類跟第十類民政 跟先前第六類75歲以上施打長者 要打的第二劑 可能都包含在這批疫苗中 不太敢打 因為沒有到認證 可能出國的話 可能會有疑慮 可能會被擋在海關門口 沒有經過國際認證 指揮中心幫泰國AZ再三掛保證 只是不知道被嚇怕的台灣百姓 能不能聽得進去 接著李文和俊宇 泰國報道 我們國內的疫情是從5月的時候 整個大爆發 那機組人員他們隔離檢疫 3加11的政策 就被視為是關鍵的破口原因 那如今又被爆出了這個決策 是指揮中心會議決定的 專家會議從來沒有討論過 那指揮官陳時中他昨天就重申了 會負擔最後的責任 但是要如何負責是沒有具體的答案 那加上陳時中他其實多次啊 這個說法事後都是被證明不實 在野黨就批評陳時中 從頭到尾滿口謊言 要求真相解盲給國人一個交代 另外來看到到了6月的時候 我們的疫情就更嚴重了 全台染疫死亡人數是不斷的飆高 那經過統計啊 六都火化的人數就達到了 11356人 到去年同期暴增了3成2幅度驚人 但是與官方公布的染疫死亡人數 注射打疫苗死亡的人數 是存在著極大的落差 冰江業者就推測了 是有黑數沒有被確實的公布 台北市長柯文哲昨天也接受了專訪 他也認同這樣的說法 他表示今年死亡數確實是比去年多了30% 遠遠超過登記死亡數